台灣的三級警戒延長到26號 但是已經正式的違解封了 還宣布餐廳有條件開放內用 但各地政府紛紛逆時鐘 全台只剩澎湖還開放內用 像台中市就沒有跟進 比政府嚴格更加的防疫 東海大學地方自治研究中心 就抽樣調查名義說 將近九成贊成市府的決定 就擔心疫情升溫 櫻桃鴨烤到皮脆肉嫩 師傅在俐落的片片切下 再將壓架還有大甲芋頭 一起在鍋裡滾半小時 加入Q彈的新竹米粉 天啊 一壓多吃 多麼享受啊 也不僅想想又多久 沒有在餐廳用餐了呢 中央宣布全台違解封 但是各地方政府逆時鐘 全部禁止內用 只剩下澎湖 東海地方自治研究中心 就調查大台中地區 對於中央開放內用 其實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人不支持 還有將近三成是選擇非常不支持 有將近九成的民眾是擔心 開放內用會害疫情再升溫 或許有些是餐廳業者 或許家中有人生計受到影響 有一成五的人是想開又害怕 最近有開放解封的國家 舉例而言像荷蘭 像南韓 他們在開放以後呢 突然爆發疫情 而且這個爆發是瞬間的 而且很快的 原本因應為解封 業者添購隔板 挪動作為動線 做了一切調整 全都白費了 因為八號中央宣布 十三號可以開放內用 隔天盧秀燕就宣布 台中市不跟進 回答問卷的民眾 來自台中各區都有 而且各個年齡層 也都很平均突破百人 男女各半政治傾向 也都有符合樣本設計 藍綠各有20% 中立的還有五成 以這樣的條件抽樣調查 台中市滿意度突破九成 就是擔心因為 違解封以後 會違出包啊 而且另外一個理由 是說很多人擔心說 我還沒有打疫苗啊 動線新聞在台中采放報導 疫情期間宅在家 如果說有一整支 肥美的烤鴨上桌 會不會讓你的心情 比較不苦悶呢 現在餐廳跟星級飯店 都不約而同 打出的是外帶烤鴨大戰 有飯店烤鴨 直接殺到五折 也有餐廳推出 200到300元的 單人份烤鴨套餐 帶你一起來看看 焦糖色烤鴨出爐 反覆熱油淋浴 直到鴨皮油亮又緊實 防疫外帶也能吃得很澎湃 外酥內嫩的片皮鴨 鋪上小黃瓜 捲餅是經典吃法 剩餘的鴨價別浪費 快炒又是一道美味 我們上次買過一次之後 覺得它的肉類都做得還不錯 特別慶祝還是想說防疫吃好一點 防疫吃飽一點 全台烤鴨大戰開大 第一位選手一壓兩吃半價 用餐時間湧現外帶掏客 走進飯店的外帶賣場 除了烤鴨之外 也有豬腳炒麵可以任君挑選 這樣的份量一次夠兩三個人大塊朵鴨 而如果是單身族還有別的吃法 另外一家連鎖餐廳推出的是烤鴨個人餐 獨享完烤鴨之後再吃點青菜跟粥 畢竟越是艱難越要吃飯 一個人的晚餐吃出儀式感 琥珀色烤鴨搭配老火粥跟青菜 整桌四百油找 在假日的時候大概一天可以到 兩百二兩百三十單左右 那平常日的話一天也大概有 一百六十到一百七十單 酥脆聲響讓人忘掉防疫的苦悶 金黃色外皮的這一家 可是冠軍評比的烤鴨 搭配百香果青木瓜 油脂跟清爽在口中平衡 至於骨架再熬煮成酸菜鴨肉米粉湯 一鴨至少兩種吃法 要讓外帶客一吃上癮 我們的外帶烤鴨兩吃 是由我們這個超過五十年資歷的 香港燒辣老師傅來製作的 要符合一些外帶的需求 那包括一些溫度的變化都要考量進去 所以在瓶箱上有做一些調整 把新極美食外帶回家 萬豪酒店六人份烤鴨兩吃兩千八百元 想鴨個人套餐殺到二三八元起 寒涉愛美一鴨兩吃也打五折 另外六福萬宜創意的跳跳堂烤鴨 有兩種吃法再送炒食蔬 華泰王子飯店除了鴨肉美味 還有鴨蛋黃布丁可以當甜點 防疫繼續努力 但也能適時對自己好一點呀 東三新聞聯大發流至在台北採訪報導 社區高樓裡居然有人在陽台 加裝鐵捲門嗎 有民眾看下來他就趕快PO網說 從來沒有看到這個鐵捲門有打開來過 忍不住好奇這作用到底是什麼 原來專家表示裝設捲窗和捲門 通常是為了防颱風和大雨 不過他也提醒民眾 裝設前一定要注意有沒有法規的問題 白色鐵捲門深鎖外頭放置花盆 仔細一看這居然是在大樓陽台 網友在臉書PO出這張照片 表示對面高樓層住戶在陽台加裝鐵捲門 而且三年來都沒有開過 讓他好奇作用是什麼 可能遮陽 但是三年沒開過 應該有點扯 可能就是不想讓人家看到裡面是什麼吧 可能裡面有些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防風災吧 因為有時候那個陽台 如果是颱風還是什麼地震的話 玻璃會破掉啊 有網友搞笑回應 根本是防疫超前部署 裡面住蝙蝠俠嗎 不過也調出過來人解答 表示加裝捲門是為了防止颱風和大雨 這個網友加裝的 應該是比較像車庫或大門 加裝的那種鐵捲門 但是一般的窗戶外面加裝的 會是像是這種捲窗 可以看到我按自動關閉 它就會往下 然後我按暫停它就會停止 而它上面其實是有孔洞 可以調整光源和通風 而我繼續把它按下去的話呢 它就會有防曬防風 還有增加隱密性的效果 捲窗緩緩下降到全部緊密 能夠阻擋雨水滲透 減緩室內能源流失 達到冬暖夏涼的效果 不過專家提醒如果住大樓 想在窗外裝設捲窗 可能會面臨一些問題 那法規目前來講 我訂定的也很明確 不管說它的一個裸空率 或者是說不可以帶鎖 那不可以超過建築線十公分等等 那是很明確的 因為這個是有關係到一個逃生的問題 至於家莊捲門捲窗 是否會影響未來房價 專家則表示要看買方是否在意 否則不會影響 但家莊之前還是得小心注意法規問題 避免疑慮 在變種病毒的肆虐下 全非洲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就是南非了 如今爆發的第三波疫情 過去兩個禮拜 每天平均新增兩萬個人確診 短短兩週超過四千兩百個人死亡 甚至約翰尼斯堡市長也確診過世了 CN記者就獨家執行南非疫情 衝擊到醫療體系 急診室到處是人滿為患 但只能夠等床位 甚至有重症病患 只能夠在家裡等待治療 但南非醫生說 這些病患幾乎是在等死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應付大量的患者 救護車趕著出任務 南非疫情爆發16個月來 從Beta變種再到Delta變種撕裂下 南非成了全非洲疫情最殘的國家 甚至約翰尼斯堡市長 馬庫博9日也因感染新冠病毒病逝 短短兩週時間南非醫療體系 就因Delta變種迅速擴散 瀕臨崩潰 CN記者獨家跟著南非急救人員 到一名67歲的確診患者家中 哈囉 早安 當急救人員抵達後發現 這名確診者自被氧氣機掙扎呼吸 他的血氧濃度已經掉到非常低 病況嚴重的他卻沒辦法入院治療 男非醫院的混亂狀況外界無從得知 但DN主家取得南非醫護開下一家 約翰尼斯堡的醫院急診室 已經宛如生死的戰場 每個隔間都是確診病患 連走道上都要擺病床 醫護人員完全不堪負荷 甚至沒有病床的病患 勉強坐在輪椅上休息 但事實上這些病患根本還在急診室 等候病房床位 醫院人員來不及處理死亡患者 控制床位 南非醫生說出疫情慘況 他有心遭南非政府報復 因此間同意隱藏爆料醫生身分 除了Delta讓病況更快惡化 就是醫療資源低落的南非 目前買到和從COVAX取得的 嬌生輝瑞及AZ疫苗 因為到貨緩慢 完全不夠五千九百萬 南非人接種 也讓南非總統宣布 限制措施將持續到七月底 東新聞 陳惠智 林培育報導 一年疫情持續惡化 十三號新增確診大概是四點七萬例 日本方面呢 今天已經安排一架包機 要把這個日橋給接回來 而台商目前也有人展開登記 印尼在Delta變種病毒襲擊下 新冠疫情持續擴大 十三日新增確診暴增七點四萬例 最近八天累計已有三十萬人 許多地方 早就已經出現氧氣供不應求的慘狀 由於疫情海嘯已成形 日本安排在十三日有一輛包機 即將撤回部分日橋 而華航與長榮因為防疫考量 從四月底 都已經暫時停飛印尼 目前台商也接洽 印尼的八敵航空 預計在二十八日包機返台 到十三日為止 已經有九十多人登記